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妖看点视频 本期继续为大家解读由漫画改编的头脑博士第五集 诗员找到了导致他儿子失踪的幕后黑手 那个曾经资助他的脑科专家M博士 在这时,医生带着护士走进了办公室 但是却没有看见诗员 医生通过被动过的相框察觉到 诗员已经知晓了一切 窗边晃动的绳子让他找到了挂在楼外的诗员 医生和护士奋力的想将诗员拉回来 就在诗员的手里快被消耗殆尽的时候 米卡的猫科能力被激活了 就在身体落地的瞬间 诗员本能的向前翻滚 有效的缓解了身体的冲击 离开医院的诗员 驱车来到了郊外的一处别墅 这里是自母亲过世之后 他一直生活的地方 M博士的家 在M博士的资助下 诗员学习了他感兴趣的一切 直至他萌生了通过量子力学 来达到大脑间的互相沟通 M博士听后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荒诞 但是诗员却有足够的信心 能实现这一切 于是在M博士的支持下 诗员开始了这项研究 他们跑遍了韩国大大小小的企业 可是却没有人愿意投资研究这个项目 而美国方面 却有一家公司愿意投资 M博士很高兴 但是诗员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通过调查 这位投资人是一位十足的唯利主义者 如果与他合作 将来的研究成果 很有可能会被利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 M博士觉得有人能投资是一个机会 而诗员却不想这么做 所以道不同不想为谋 诗员从此离开了M博士的家 此后M博士去了美国 与此同时 为了躲避杀手追杀的红南 此刻虽然躲到了灵修的寺庙里 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是惊恐万分 因为追杀他的杀手是个狠角色 不然那名杀手先警察一步找到了红南 就在他要对红南痛下杀手的时候 朴警官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红南趁乱逃走了 朴警官却和杀手纠缠在了一起 就在朴警官处在下方的时候 一个孩子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杀手轻蔑的告诉朴警官 在他的眼里 孩子和大人都是平等的 朴警官尽管呼喊 他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就这样 为孩子留下生路的朴警官 选择牺牲了自己 崔警长此刻看到了惊慌逃窜的红南 在红南的指引下 崔警长找到了已经没有了生气的朴警官 崔警长将红南带回了警局 就让红南说出这背后一切的真相 他要为和自己共识十年的朴警官报仇 对于朴警官的死 红南的内心非常愧疚 所以他河盘拖出了全部的真相 12年前的美国 学业有成的红南加入到了 M博士的研究队伍里 他渐渐发现 用来做实验的人 几乎都是美国街头的流浪汉 不仅如此 实验团队的成员 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在他们的眼中 得到有效的实验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随着实验死亡人数的增多 美国当地政府介入了调查 试探已经脱离了掌控 慕婆士的团队只能关闭了实验室 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研究 而是回到韩国后 让红南来到试园身边 作为内应 窃取试园的实验数据 是在和试园一起共事后的红南 渐渐的喜欢上了试园 后来随着试园儿子的过世 以及试园妻子的自杀 还有康默的意外身亡 这些围绕在试园身边 不幸的事情不断发生 而红南觉得这一切都并非巧合 而且更诡异的是 康默的尸体居然意外的出现在了 他们的实验室的停尸间里 红南觉得这一切不幸的发生 一定和M博士脱不了干系 他觉得被蒙在鼓里的试园很可怜 很好此时 试园的研究已经到了临床的阶段 所以冲动之下 他便让试园和康默的尸体 做了脑波同步 而试园这边也见到了M博士 现在的M博士已经是疾病缠身 偶言残喘的他只剩下了一口气息 M博士说 他这一生把握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就是遇见了小时候的试园 第二次机会就是和试园 共同研究了脑波同步项目 而第三次机会就是遇见了试园的儿子杜允 杜允完美地继承了试园独特的脑部结构 M博士想通过试园的脑波同步技术 将自己的意识 从现在的将死之躯 后离后 置入到杜允的脑中 他还不知羞耻地告诉试园 是多美好的事情啊 一旦成功了 他既是试园的父亲 也是试园的儿子 哇 试园此刻的内心真的一定是好想大嘴巴子 凑死这只老妖怪 这祸居然还妄想通过这种脑波迭代的方式 得到永生 大眼不惨地说 他将会成为神 哇 真的是好想拍死这只玩脸卧龙想法的癞蛤蟆 就在试园情绪激动地揪着M博士 逼问儿子都云的下落时 神秘人尹秘鼠在试园的背后 给他注射了一针镇定剂 随后他们就离开了这里 前往都云的所在地 准备和都云做脑部连接 可是在途中 尹秘鼠却接到了杀手打来的电话 原来在红南的帮助下 崔警长找到了杀手的老巢 可是还是侥幸地让他再次逃掉了 随即警方开启了全国通缉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 并向尹秘鼠求救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他 成为了尹秘鼠的弃子 于是无理直超群的他 干掉了尹秘鼠派来的杀手后 便躲了起来 而醒来后的试远 发现M博士已经离开了 他意识到再不赶紧救出都云 那么都云的意识 很快就会被M博士取代了 在康默的提醒下 试远想到了妻子蔡依 从初能那么肯定 儿子都云还活着 硬是发现了什么 于是试远决定再次和蔡依 进行脑波连接 来找到儿子的下落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本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哦 拜拜